Focus在中国 如果你在这一季听到了谈到中国的社会现象 有双减这个名词的话 要知道这个双减是它的一个改革 要减去学生的作业 要减去校外补习的负担 这使得商业市场大受冲击 9月的开学之后 各学校都推出因应措施 北京把到校时间延后半小时 那也是早上八点半 放学时间也延后一个小时 上海的学校全面提供三个时段的课后服务 因为双减补习没了 所以学校提供服务 学生最晚会待到晚上六点 那么在双减之后 中国大陆的补教业简直是不堪一击 又有一家大型的连锁补习班巨人教育倒闭 当它倒了以后 很多家长措手不及 像是补习费拿不回来 还有家长的观念依旧是 接下来要去哪里补习 学生回到校园 九月新学期开始 大陆教育部紧盯各中小学 要将党中央推行的双减政策彻底执行 要晚了半个六十 孩子有更多的时间 有充足的睡眠 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放学的时间延长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去课后托管班了 北京的学校宣布把到校时间 从早上八点延到八点半 去放学时间则延长一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半 另外小学一二年级没有作业 三到六年级作业量也大幅减少 镜头前学生表示课业压力减轻了 浙江甚至有学校订每星期三为五作业日 小学一二年级则连书包都不用背回家 现在不用背书包回家 我可以和小动物一起玩 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上海的学校为了承接双减减去的校外补习班负担 推出三个时段的课后服务 让学生自主选择参加 学生待在学校时间最晚能到晚上六点 配合家长下班时间 这个对我们双职工家庭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条件还是可以的 我们不要为了孩子接送孩子而在烦恼 我们一共有80%的家长选择了各种课后服务 4点30分到5点16分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是最多的50%以上的家长都选择了这个时间段 除了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 还有企业响应为自家员工的子女 提供托儿所服务 员工不用亲自到学校去接孩子下课 公司会派车去接 接回来后也有专人看顾 作为这个职工嘛 平时的客人压力也很大 加班时间也很长 就往往有时候确实对小孩不放心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觉得把小孩放在这个班上 我能够安心了 从学校再到企业 配合官方要达到教育双减决心 而大陆的补救市场则是因为这项政策 以戏之间降温 面临严重经营危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厅里面 已经聚集满了前来咨询退费和转课的家长 又是一家连锁大型补习班倒闭 已经经营27年的大陆补救夜龙头巨人教育 8月底正式宣布倒闭 甚至无力替全部学员退费 7月份申请了退费 但是一直就没有退 我上次就是大约在半个月之前 我也来过一次 来过一次当时就回复说不确定退费时间 我8月12号收到短信 我一直等不到钱 然后结果我就觉得挺不安的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 然后那个老师说他已经离职了 目前登记申请退费的已经超过1.3万人 巨人教育拿不出钱 只好在网站上贴出转课方案 但却不能等额转化 学员换到别家补习班只能上四堂课 而原本奉民一对一课程的则改为线上课程 它是这个机构只能四次 而且有的机构跟我们学校也离得不近 跟我们家也离得不近 我上高特别不方便 它是一个线上机构 也是我们家长不能接受的 正因为孩子少这份自觉性 才选择咱们线下 巨人教育全身时期 直营分校就超过了100间 2019年还曾扬言 开设500家线上线下结合校区 现在目标没达成 就被双减给摧毁 今年以来 大陆已注销的教育培训公司 约有14万家 复习班倒闭潮 家长求床无门也成了政策下的受害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